《创世记》第39章 《约瑟和波提佛之妻》 约瑟被带到埃及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神 护卫长波提佛 从那些带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买了他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话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他主人见耶和话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话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事后他主人 而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 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话就因为约瑟的缘故 赐福给那个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 都蒙耶和话赐福 波提佛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 其他的事一概不知 约瑟原本秀雅俊美 这件事之后 约瑟主人的妻子 以目送情给约瑟说 你与我同寻啦 约瑟不肯 对他主人的妻子说 看看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将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个家里没有给我带的了 而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 只是留下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 后来他日日和约瑟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和他同寻 也不和他在迷一处 有一日约瑟进屋里办事 家人没有一个在那间屋里 妻子拉着他的衣裳说 你与我同寻啦 约瑟将衣裳丢到妻子手里 跑到外边去了 妻子见到约瑟将衣裳丢在他手里 跑了出去 就叫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 你们看下 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 尽忠我们家里 要弃弄我们呀 他到我这里来 要与我同寻 我就大声哭叫 他听到我放声哭叫起来 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 跑到外边了 妻子把约瑟的衣裳 放在自己那里 等他的主人回来 就对他这样说 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 那个希伯来伯人 进来要弃弄我 我放声哭起来 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 跑出去了 约瑟的主人听到 他妻子和他所说的说话 说你的伯人 这样代我 他就生气 把约瑟困在监狱里面 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 于是 约瑟在那里坐牢 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使他在施肉的眼前蒙恩 施肉就将监狱里面 所有的囚犯 都交在约瑟的手下 他们在那里 所办的事 都是经他手的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施肉一概不理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尽都顺利 感谢观看